霍去病 你不就是回长安了吗 你就是帮他天啊海角 我要把你找出来 原来霍去病从老三和飞跃口中 得知了小七的真实身份 是天上的七公主 此时为了小七的前途考虑 他也选择了与小七分手 并回到长安去 皇上要把他的女儿许配给我 你说我敢不答应吗 飞跃骑着白鹿仙子正在天上赶路 却突然遭到凳子惊和天原大帅的偷袭 白鹿仙子应该是翅膀被打断了 从天上给掉了下来 飞跃知道自己可能打不过他们 于是就带着白鹿仙子来到了仙女湖 将白鹿仙子交给仙女湖疗伤 而他还要去保护小七 皇上来后 郭县令带着全城百姓都在大门口跪迎皇帝 皇帝大眼一看 居然没有发现赫赫有名的七老爷 这时候小七也晃晃悠悠的来了 来归来 但是是站着走路 而不是跪着迎接 刘车一看 这小姑娘还像当年一样美 她可受不得仙女的跪拜 当场就免了小七的下跪 此时刘车也调侃小七 听说你最近急着要嫁人 但怎么也嫁不出去 你莫不如嫁给我吧 做个贵妃怎么样 我喜欢的人 我喜欢的人 他根本就不敢娶我 过去碧云 你的主子要封我为贵妃了 你要是点点头 我就答应他 飘机大将军 人家七老爷问你呢 此乃陛下和七老爷的事情 臣不敢过问 人家现在偏偏就要你过问 你倒是说话呀 飘机将军 你还想什么呢 赶快自杀吧 然后刘车又嘲笑他 这个陈朱七的名字太难听了 还是重新换个名字吧 没想到刘车当场被小七 又给嘲讽了一顿 我记得你曾经不叫刘车吧 你敢知乎圣上明慧 我跟你主子说话 你有什么插嘴的份 你 再多说一句话 我把你在这儿王八蛋 我记得你曾经叫刘智对吧 智就是猪的意思 刘智就是刘猪的意思 皇上 今天你喂神了吗 小七之所以这么恨刘车 就是因为莫去兵 胡乱说了一句 皇上要把他的女儿 嫁给自己 没想到 莫去兵随口一说的话 竟然让小七当真了 才会这么大骂刘车 刘车也算是个狠人 你不是喜欢莫去兵吗 那好 我居然莫去兵 亲手给你带上铁链 把你送进大牢 原以为莫去兵 能抗止一下什么的 没想到 这小子居然遵旨招作了 得知小七被关进了大牢 飞跃还像二十年前那样 从房顶上扔下一个软梯 然后背着小七 把他带出了牢房 小七忽然觉得 这个后背是那么的熟悉 曾几何时 自己好像在这个后背上 待过一样 但是他们刚跑出去没多远 就被莫去兵 未卿和七雕猎给拦住了 原来抓小七是假 刘车最终想抓 想杀的人是飞运 他不允许一个 手拿莫去的莫者存活事上 何况莫去立装的 基本上都是被自己诛杀的冤魂 或许并未清七雕猎三人 都与飞跃有很深的交情 此时也都抗止了 刘车只能亲自命令 士兵们动手杀了飞跃 可惜飞跃的莫举 只能对付来自人间以外的邪恶力量 面对这些士兵 他的莫举就是个同哥的 没有任何意义 感谢我们的目的 数据 来